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那今天就來到台北市三創九樓的高麗園 因為今天是我老婆生日 她想要吃高麗園 那我們就來吃這一間 我們沒有來過的高麗園餐廳 它是韓式烤肉吃到飽 那這一層樓就是有很多的 應該講說有幾間餐廳可以 可以選擇來用餐 吃到飽的 那像這種的我老婆就很開心 因為是韓式的 那這邊有用餐時段 中午11點到 我們這邊可以定位 可以定位 定位時間 對 假日定位期間是11點到12點 下午3到5點 其他期間是現場 OK 了解 那這個是定位時間 對 平日的話 我們就沒有限時段定位 就是全天可以定位 OK 或是假日的部分 假日的部分 OK 也許假日 也許假日的部分 好 了解 謝謝 好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 算康寶 那這邊就有用餐的價格 平日中餐398 晚餐498 假日全天498 可以看一下 好,謝謝 好,因為有音樂,我就等下直接就回音了 好,謝謝 OK 好 你們有來個溝通嗎? 這裡沒有 那幫你做一下介紹 本館應採取蜘蛛是 蜘蛛吧有小菜,肉餅跟阿瓶可以選擇 桌子旁邊都會有兩個小布夾 前方會有收拾區,上面都會有黑色的立排 如果看到想吃的,直接幫我夾上去就好 做完的餐廳會直接幫你送過來喔 嗯,好,謝謝 鮮跟紙巾的部分,在桌子旁邊的抽屜 可以自己使用 鮮部分中間烤肉旁邊煮菜 中間比較容易焦掉 稍微幫我淋點高湯就好 高湯請幫我維持在吃分滿喔 油菜時間為90分鐘,可以開始用一半囉 謝謝 好,那現在就開始拍這個用餐區 然後這裡是醬燒蘿蔔 總之這邊的一切三年都是我老婆最愛的 好,這邊有白飯 好,那我就不拍下面的菜牌了 這個是寫豆芽湯 這個是寫人生雞粥 這個是綠豆湯 這邊是小菜 好,那我就三個三個照 好,小菜有這幾種 好,那這邊我也是照出來 這邊是同盤烤肉的沾醬 包肉沾醬,水果醬油,同盤醬 好幾種 好,那這邊就還有這個包肉的生菜 還有一些佐料 好,這樣應該看得很清楚喔 好,這邊有一些說明 好,肉類我就兩個兩個照 第一個是牛肉 第二個是牛五花 第二個是豬肉 然後第三個是雞肉 嗯,一二三四啦 一二三四 第四個 好,重來一遍好了 第一個是牛肉 然後第二個是牛五花 第三個是豬肉 第四個是雞肉 這樣就不會錯了 好,最後一個是羊肉 羊肉有一點 好,我應該不會吃這裡的羊肉 哈哈 好,這邊就是剛剛小姐講的 就是夾子夾的 就是熱食區 嗯,那謝謝 好,那這邊有寫 熟食料理 現點,現做型 耐心等候 好,這邊有海鮮煎餅炸 甜不辣 醬燒 醬燒炸雞 火腿蛋餅 火腿蛋捲 好,那等一下就實際都吃吃看 感覺廚房也蠻乾淨的 好,再來這邊是飲料區 有冰沙 也有 雀巢茶品 然後又有汽水機 那環境就是這個 很內斂的感覺 沉穩內斂的色系 好,OK 再來就用餐 好,這酒也可以單點 好,那再來就是不停的烤肉 因為我們喜歡吃牛肉的 所以就先從牛肉的開始烤 好,這個同盤烤肉是我老婆最愛的 哈哈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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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不好意思 謝謝 好,就慢慢烤 好,這個是剛剛那個人參粥 人參雞粥 那現在就吃吃看 那我最後會給一個統一的分數好了 好,粥看起來感覺還蠻寒味的 很好吃 很有這個人參的香氣 然後 米也煮得很糜爛 好吃 好,總之這個就是我老婆喜愛的味道了 好,總之這個就是我老婆喜愛的味道了 蠻寒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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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很軟 然後也很燙 好吃 好,這樣應該看得清楚了 好,這樣應該看得清楚了 還有一些 枸杞啊 一些材料在裡面 好,還有這個人參 好,口味是不錯的喔 好,口味是不錯的喔 然後這樣慢慢烤慢慢烤 我還是仔細一點好了 這個粥的狀況就是這樣 很適合小孩子吃的感覺 然後再來是這個 醬燒蘿蔔 醬燒蘿蔔 然後還有這個 小魚乾跟蘿蔔的味道 還有 辣椒粉 滿好吃的 微微的辣 然後 然後 蠻寒味的 很清爽的味道 很好吃 好,那再來烤了第二盤 然後這個是第一盤的肉 好,肉又比較好斜斜的燥 它就用這個 韓式的醃料去醃過 那剛剛有客人表示說 這一家的東西 比較好吃 它帶著微微的甜味 肉質也蠻軟的 不錯 因為吃到飽肉質有的是硬的 那這家店目前我吃起來 它牛肉的肉質是軟的 好吃 好,當然有這個食量大的朋友 那這邊就隨便你烤 在時間之內你要吃多少就吃多少 好,那就近一點燥好了 這個是醬燒炸雞 我現在就吃吃看 嗯,甜甜的 嗯,好吃 好,炸的酥脆酥脆的 然後帶點微微的甜味 還不錯 媽媽,開不開心 那味道都很到了 哈哈,是吧 好久沒吃了 開心吧 生日快樂 好,謝謝 好,謝謝 好,那個M嫂顯得非常的開心跟興奮 好像太好了 然後這個是 KIMCHI 好吃的KIMCHI的話 個人覺得 因為我吃過我岳母做的 就是 泡菜脆脆的 然後微微的酸 微微的辣 會有一個微微的酸度 那這個有 我覺得還不錯吃 後面還會有點辣 嗯,嗯,嗯 好,叫老婆堅定看看 他說這個KIMCHI跟蘿蔔都好吃 就很道地的寒味 好,這應該差不多好了 下班烤個不一樣的 這個是雞肉的 好,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是雞腿肉 好,結果不停的烤 不停的烤 你看還看得到 有一點這個調味料 好,再來就看個人喜好 那我老婆也喜歡 包這個生菜來吃 個人是比較喜歡一直吃肉 好,真正的 韓國人的話 就是會用生菜這樣子 包的事啊 Korea 對不對 我們還加點小菜 你吃 好不好吃 倒地了 倒地 他開心就好了 這個雞肉的差不多也烤好了 安嫂行得非常的開心 對不對 再繼續加了 在這邊就是吃肉就是可以回本 一直烤一直烤一直烤 摊掉啊摊掉啊 這個是雞腿肉 吃看看 看起來肉質還蠻棒的 肉質很柔軟 都帶著一種特殊的醃料跟水果香 好吃 好 算是韓式料理中很便宜的吃到飽 蠻適合年輕人來吃的 M少唸很久 他一直想要來吃這個 開心吧 開心吧 哈哈 讚 這個是石鍋拌飯 就是有蠻多材料的 蠻燙的 還有海苔啊 黃豆芽這些 嗯 還有很重要的韓式辣醬 我覺得放在盤子裡好像比較好展現 比較好展現 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口味也不錯 雖然沒有那個鍋巴 但是味道都是正確的 味道的確是蠻韓式的喔 好吃 一個價錢就打死了 這樣吃起來吃得又貴 然後又不貴啊 好吃 好 那熱炒上菜的速度也很快 好那我點了一份豆腐雞 那請M少吃吃看 我先吃好了 裡面就有這個韓式的甜不辣 還有豆腐雞 它的醬感覺也蠻標準的啊 嗯 嗯好吃 醬感覺跟台灣的那個辣醬不同啊 上次我在韓國吃到那個路邊單真的超好吃的喔 我知道有的女生很喜歡吃這個豆腐雞啊 算好吃的喔 然後這個年糕中間還蠻Q彈的 不是爛爛的那種 然後醬汁很緊實的包裹在食材上 我覺得是好吃的啊 但是還是沒有我上次在韓國那路邊單吃到的好吃的 好這已經也很棒了 好那現在請這個標準的M少吃吃看 好吃 也算不錯了 有些人調味是這樣嗎 有些人調味是這樣 好那他開心就好了喔 那我評我的那他吃他的喔 好吃 好吃 就只會講好吃 哈哈哈哈 很好吃在韓國怎麼講 馬西索優 馬西索優 好所以這邊就是M少認證喔 標準韓味 那個不標準找他 不要找我 好牛肉又烤好了 來 一盤一盤一盤又一盤 老闆你這樣有賺錢嗎 四百多而已喔 這樣我們這樣吃應該都要快超過五百了 哈哈 嗯嗯嗯 好吃 肉也蠻嫩的 記得要澆一點高湯免得澆掉 這個銅盤烤肉 馬西索優 M少是非常喜歡吃豆腐雞的 三兩下就少光光的 店長不好意思 那我要一瓶那個韓式啤酒 兩個 那謝謝 謝謝 好感謝 料理好吃收費便宜 然後服務也蠻親切的 我覺得這家店個人覺得蠻值得推薦的 至少M少吃起來吃得很開心 這就比較重要 不然他心情不好回去我就累了 好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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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酒倒酒媽媽 來吧來吧 好謝謝 好謝謝喔 沒有小費的喔 要倒斜的啦 就混書講說要誰誰的倒 好再換你 好這次換我來倒酒 要這樣子寫一寫得到 誰誰誰誰誰誰 喔 漂亮喔 好這個時候 來舉杯 乾杯 生日快樂 沒有大聲啦 然後M魂生日快樂 乾杯啦 乾杯 韓文那個生日快樂要怎麼講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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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終於有見過可以多喝一點啤酒 好那這個是韓式的啤酒 這個 叫什麼格力的對不對 好沒關係 我用唸的好了 他們寫海特啤酒 因為M嫂不太會喝酒 所以就我來喝啦 乾 好那祝二位粉 這個M魂 然後生日快樂 還有我老婆 噢 叮 然後再來那個海鮮煎餅 吃吃看 你先 先吃 先吃 可以 好下面有電稀油脂啊 不錯 那就換到這個小盤子裡介紹 現在就吃吃看 感覺好像有那個綠豆的成分 沒有嗎 沒有啊 好現在吃吃看 好那我的評論也是 可以啊 裡面就是有些海鮮料 然後蠻清淡的味道 其他要搭配一個醬 酸酸鹹鹹的醬 剛剛我們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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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沾 就是比較吃原味 但是還不錯啦 在外面這個海鮮煎餅一份 大概就要快兩百塊 所以這樣算賺到 哇 外面酥酥脆脆 裡面蠻柔軟的 然後還有一些海鮮料 所以覺得還不錯 蠻好吃的 今天這一集就是這個 M嫂的最愛 韓式料理 兩家班 就這一家的高麗圓的料理 我老婆很愛吃 然後如果你是這個 韓國籍的朋友 這一家可能就是 蠻符合你的家鄉味 好吃 乾杯 所以我是一個愛喝酒的這個M嫂 乾啊 冰優啊 乾啊 為什麼你都沒有喝完 有啊 我喝了 我老婆說這個形象很重要 所以就不能再一直喝了 來吧 來吧 還有呢 還有呢 沒醜嗎 好像我是隨心隨意的活著 所以我應該本來沒有什麼形象 哈哈 哦 坦丟啊 這個在中國的朋友 你看到這樣可能會很羨慕 這個 希望你能夠平平安 趕快回國來 大吃大喝 喝酒 吃肉 台灣這邊真的是還蠻幸福的 吃啊 好過癮 好 再乾一杯 這個 啤酒差不多都被我喝光光 哈哈 過癮 好在這裡吃飯真的是可以很放心的吃 其實就一個價錢就打死了 覺得 還蠻超值的 如果你是喜歡吃韓式料理的朋友 這家還不錯 然後有的地方的同盤烤肉肉很鹹 這家不會 對 覺得還OK 不過讓你覺得說吃了會 鹹到說好像是要喝水 不會 這次肉出來很明顯可以看到他的這個 牛肉比較肥一點 肥牛 好一直吃一直吃 不過瘟疫快不行啊 那個年紀比較長的 沒有像以前的功力 好我們再點了兩樣那個熱炒的東西 然後 就差不多了 好我老婆她 不喝啦 就讓給我了 那就跟各位乾了 好 最後這我一個人再喝 哈哈 好喝酒喝一喝 那個有點眼茫茫 這個這個我知識應該是拿到是牛五花 好謝謝 OK 好因為今天本人是坐捷運來這裡的 真的喝個三瓶五瓶都可以了 好 酒後不開車 開車之後不喝酒 不然你就要被罰到掛了 好那個M嫂說這個 他不吃了 所以就是我吃了 嘴吱吱吱吱吱吱的牛五花 還沒熟喔 還沒熟喔 包生菜 我要包生菜 來吧 服務一下 我要要求包生菜服務 都可以 都可以 他弄得倒低一點喔 沒有小費的喔 馬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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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長這樣 然後這個 哇 嗯嗯嗯 好喝 肥滋滋肥滋滋 然後全部烤上去 嗯嗯 好那敢吃肥肉的朋友 這邊 你就可以試試看了 還不錯喔 就給它平均烤 再來就又是我吃了 因為這個M嫂 不吃肥滋滋 肥滋滋肥滋滋 我也知道你們愛看肥滋滋 我也愛吃肥滋滋 好吃喔 有點油脂的話 就是更增添了這個肉的口感 嗯嗯嗯 好吃 好那這個就是這裡的 韓式炸醬麵 好那這就從側面照好了 因為前面就那麼大一個 烤肉盤 我沒有辦法調成正面 好吃吃看這個麵Q不Q彈 還有這個醬 嗯 這個醬味道蠻道地的 跟在韓國吃的味道很像 好有肉還有這個 吃吃看這什麼 還有馬鈴薯 嗯 很道地的口味 好 麵蠻Q彈的 好吃 他只覺得這個醬的味道 稍微淡一些 嗯 滑溜滑溜的 好吃 那等一下再請M嫂見見看看 我請M嫂見見一下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好吃 味道很道地吧 比較淡 嗯 我也覺得味道比較淡 好那這個是火腿蛋鹼 我先吃吃看 然後位置越來越小了 然後我也越來越昏了 不是 越來越這個有微醺的感覺了 好這個是火腿蛋捲 好像就是那個韓式的火腿肉吧 好吃吃看 嗯 很清淡 感覺就是那種 韓式的就對了 好吃 你吃吃看 好像是那種美君的那種漢堡肉 火腿啦 嗯 不是 M嫂說他已經飽到不行了 不好吃 不好吃 好 這是不是我說的那種漢堡肉 就是 漢堡肉 就那個美君的那種啊 火腿 不是 一般的肉 好一般的 一般的 好那這個是我老婆等的 好謝謝 好感謝 大漢堡肉 大漢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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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已經不行了 就交給老婆鑑定 由他本來鑑定這個到底好不好吃 然後真正的這個 韓國的朋友 好像滿常吃拉麵的 就這個泡麵 怎麼樣怎麼樣 就在那個巷子那邊打罐 你知道嗎 他們又可以打開 好在韓劇裡也可以常看到他們就常吃這個泡麵 專心的鑑定中 而且主要是很遠 真的很遠 就是大漢堡可以做的麵 他不是一般的那種拉麵 大漢去做的麵 就是那個 對 用大漢湯一邊 那個大漢湯 然後有那個泡麵 的樣子 好聽到了 用大漢湯煮成的泡麵 這個台灣人沒有聽過的 那韓語怎麼講 天漢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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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天漢拉麵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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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重要的麵 Q不Q彈 這也很重要 鹹不鹹啊 好不好吃 對 對 比較淡 跟一般的外面賣的東西還一樣 比較淡 對 一般拉麵是比較 味道比較重 所以比較淡 好 那重點都聽到了 然後我已經 也吃不下了 那整體餐廳分數 我覺得是95分 個人覺得 但是都是 非常高水準的餐廳 非常棒 尤其M少喜歡 這個最重要 也是韓國的朋友 這家就蠻適合你來吃的喔 謝謝你 好那整個餐廳 再稍微回顧一下 當然它很大 就 稍微照一下 然後吃飽了之後 還有這個人參糖可以拿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